新闻大败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台湾的政治连接度照理说应该是还不错的 可是一般台湾人民对台湾的官僚体系的 这个连接度到底有没有信心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其实是旧案2008年 距今已经十多年的SOGO案 今天立委贪污案首波的答辩 观众朋友你来看看李恒隆 当时他为了要争夺SOGO的经营权 所以他当然买通了非常多的人 行贿涉嫌行贿 今天他出庭去来答辩 那你可以看到他接受媒体 接受我们TPBS的访问的时候 他说出来了 他说这个案子上至总统下至委员 至少有三任总统有官商勾结 三任总统的任期内都有官商勾结 听起来对于我们台湾人民听起来 的确是非常的刺耳 到底是怎么说的 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原因 这官商勾结案是牵涉到了三任总统的任期 所以是一个大道总统 吓到我的部长 我们的一些继承官员 一般的老百姓最讨厌的就是贪污 贪官污吏这件事情 绝对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差 那李恒隆的说法 那当然这个还需要再查证 只是我们看看过去 随便以Google 吴淑珍2002年 她是前总统陈水扁的太太 吴淑珍2002年收徐旭东 搜狗礼券这件事情 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吧 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几件事情 通通都在一起 来看看我们的官府 亚门到底清不清廉 那我们再来看看 台湾是个诈骗之道 今天有一条快讯突然跑出来 很多人会勾起可能伤心往事 20多年前当时有一个红圆案 红圆机构的负责人 就是一个这个吸金不法 涉嫌不法吸金的这个一个案子 他诈骗了上千亿 那个年代可以诈骗上千亿 真的是非常夭壽 必须这样讲 负责人叫沈长生 这是当年的这个画面 今天传出来他在对岸隔离的时候 促势 他这个促势在对岸厦门的这个隔离病房 隔离的这个旅馆 所以你看到这个标题 快讯台湾最大诈骗集团负责人 沈长生猝死 一样PTT上面一堆人 有很多很多的意见 说我乍看之下还以为 这个台湾最大诈骗集团 他们就是比较好 比较有点哭手 台湾最大诈骗集团 首脑在总统府 我明明以为是谁 以为是绿共执行长过世 所以应该可以看到 这某种程度是反映一些民意 某一些阶层的民意会认为说 台湾有最大的诈骗集团 这个诈骗集团恐怕是政府 这是他们的意见跟看法 那你再来看看另外一件事情 其实都兜得起来的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外交 还有我们所谓的 抗中保台政府的基调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你该去争取的 不去争取不开你的事情的 你倒是强出头吗 我们来看看立陶宛 最近因为跟台湾交好 互设办事处这件事情 被中国大陆给抵制了 这是旧文 只是说除了莱姆九之外 最近他们的牛肉 立陶宛的牛肉 也被中国大陆禁止进口了 于是你可以看到 DW这是德国的一个 公共的一个媒体 他就说 那他们有也是很俏皮的方式 说那你们考虑 卖给台湾 搭着莱姆九吃 这个小编 这个小编用中文写 因为是中文的编辑 那外交部的确 的确也说 他会尽全力来应对 北京的经济脅迫 要帮忙立陶宛 互相帮助当然是好事 可是看看我们台湾 有很多农民也有困境 包括莲雾 包括凤梨世家 不是才被中国大陆给禁了吗 用各种理由 各种说有这个虫 各种理由禁了 那个时间点 去年底还记得吗 农委会说 我们会向WTO提贸易仲裁 可是东东东到的 现在已经来到2022年了 好像都看不到 最后的这个结果 到底仲裁结果是什么 有没有提出来 因为我们得到的讯息是 我国十月有提这个特定贸易关切 有跟WTO来提出来 还说会列入去年底的一个会议议程 可是到现在到底进行到什么地步了 不知道 农民也只能靠政府的收购或是补贴 那你今天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可是呢 今天陈其重怎么说 陈其重说 会帮立陶宛来向WTO提出关切案 人民会感觉说 我们自己的问题都处理不完了 你还去帮别人 只有这样子民间的声音 来 请教辉文 这个收购案要从2001年的 纳利台风开始谈 谈21年 现在都2022年了 所以刚刚看到李恒隆接受访问 我也很感慨 当然他讲的这个是 基本上收购这案子实在是 不应该再谈了 闹了这么久 一家我想太平洋的张家 或是李恒隆 或是这个现在收购的老板 大家一定有感触非常多 这有人一直在帮林家隆敲边谷 前几天谈那个什么 民进党内部的民调被否认 所以民进党说那不是他们的内部 不是 梁文杰他是民进党中常委 他是选对会认 他说我没看过这个民调 那什么叫做民进党内部民调 这民调明显是对林家隆有利 就是林家隆操车程式中这样子 林家隆在这个搜狗案件里面 他也是有角色的 我们检调有查清楚吗 你看同样都是立委 立委赵正宇家里被搜出 170万法办 猜猜那边不明 你为什么家里放170万 徐永明被搜出300万没事 台湾的司法是不能信的 观众朋友 你看新闻大白话还有收获 你怎么会相信司法 到底300万比较多 还是170万比较多 徐永明这300万哪里来的 不就是林家隆去介绍他去用借的 前子你待会节目结束 你也借300万给我 然后不用写收据 他就这样借 我希望我有 他就跟我管你的 他就是林家隆就是透过他的料董 台素科的老板在台中 他说廖子诚 我都借300万给 不认识也这样借 那个候志兄你100就好了 高尿尹你100 我就来救钱 就说这招通告是要做什么 那林家隆的角色是什么 林家隆你会 交付的时候 不是 你为什么自己不借给徐永明呢 林家隆是有基金会的 他有钱人 你觉得这案情有这么简单吗 所以你说今天在开庭 我要告诉这些立委大家要放心 好 要平常心来看待 我推荐大家 我也给这些立委一个收获 去问黄伟哲 人黄伟哲是拿钱办事无罪 现在在当台南市长 我实在太佩服黄伟哲了 黄伟哲去帮帮忙 牛托牌沙茶匠的老板要安葬 黄伟哲300万 人家认识说这是政治现金合理吗 就黄伟哲无罪定业 你现在是台南市长 那是豪塞雷 你看这些收获这些 在这些之前被收押 黄伟哲有被收押吗 没有 所以你说台湾的司法公平吗 不公平 大家耍耍耍去 看得到这个 光是徐永明那个事情 你就知道台北京都办的时候 钱子庄的问题在哪里 当初他们收到 徐永明家里有300万的时候 竟然是打电话问检察官 你问检察官干嘛 就直接扣回去就好 你问检察官干什么 只要说不用扣 然后警察员就走了 假的 我是公开的跟李恒隆喊话 二十几年了放下 这个收获你是要不回来的 所以这个 惠文一直对台湾的司法 没有信心 你有信心吗 对 有很多人 其实讲得更白 觉得对政府 认为最大的账变集团 就是我们现在的政府 这是反映了一些民意的看法 收获案 这个件事情从张明强到李恒隆 从到徐旭东讲 就是一个一个的巧取豪夺 这个跟政府搭 这个跟政府搭又把他抢过去 从头到尾都有政府的角色 为什么讲到总统就是 当初如果没有 所以他讲的是对的吗 是冠商勾结 没有 这中间就是巧取豪夺 你就是趁人家的趁人之危 然后去把人家的经营权 整个一小吃大把他吃掉 他们三个的关系就是这样子 李恒隆去吃张明强的 然后又被徐旭东吃掉 对不对 这中间如果没有 就是这中间为什么一直没有 没有办法得到一个 不管 因为这中间一定有 包括经济部相关部会的作为 你到底怎么去认证他们 这些股东会什么 这些股权的争议的 然后再来就是当然就是司法 你今天来讲 你今天来讲 徐旭东的跟吴苏东的事情 这是众所周知的 对不对 众所周知 如果不是阿扁在做总统 徐旭东有办法拿到这个股权 有办法这样吃下这个股权吗 对不对 好 你现在的状况是说 李恒隆就是一直不甘心 他觉得他被吃掉 所以他就到处去找立委 看立委能不能出头 问题最后的状况还是一样 徐旭东走的是民营党上面的路线 你从下面 民意代表走错路了 你再怎么样你也打不过他 他就是不甘心 他觉得他被吃掉 所以他就一天到晚去用这种方式 然后希望透过立委去施压部会 希望去翻回 为当年的结果翻案 可是问题是人家走的是上面 所以李恒隆也被这些立法员给骗了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当然这中间有骗的部分 但是最主要最后是实实力原则 就是这个背后其实就是 就是上下家乡贼 你到底是 这个东西是上面有参与下面有参与 上面有拿下面有拿 那你说你这边的确有给 你也给了不少 问题是对不起 人家就是从上游 经济部是听民营党 还是听这些小立委 他的最后的状况 其实根本原因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案子他再花钱 他再追再喊约也叫不回来 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 稍微去翻搜谷一下搜谷案 其实你就会知道 那个三个过程 每一个过程中间都有政府的参与 那很清楚的事情 所以一位这个评论员是说 叫李恒隆放下了 你不用再这样啊 这位另外一位评论员也说 这个其实也追不回来了 连这个大商人 他算是大商人都这样子这么无利 那我们一般小老百姓 如果遇到这样不公不义的事情 也要这样子吗 就是对你们来说 可能就叫我放下了 可是对我来说 那是我一辈子的心弦 我觉得这个李恒隆的这个搜谷案 牵扯这么多 其实就是一个官场现行计 那在整个过程中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引以为鉴 包括今天的红源的诈骗案也是一样 但是我觉得类似的这样子的诈骗 或者是这样的官场现行计 不断的在上演 其实对百姓来讲是一种无力感 尤其是诈骗案件 在过去一年内 将近这个全台湾有两万四千多件 总财损高达五十亿元 我要说的是这个诈骗 是从上到下 从下到上 每个在台湾的人 几乎都有被诈骗的经验 不管是简讯诈骗 投资诈骗 包裹诈骗 各式各样的诈骗 充斥在我们生活中 那我觉得对一般民众来讲 这个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政府该重视的是 一般老百姓所面对的诈骗案件 你根本无能为力 其实我们最近接到很多就是长辈 他可能接到很多的 这种投资的诈骗 或者是说莫名地震机关一封信 然后他的不动产就被移转了等等 很多类似的这些事件 包括网路网购的诈骗等等 充斥在我们生活中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影响民众 最大的一个事情 政府机关是不是应该要重视这些事情 就是说从小的这些诈骗案件 我们怎么样去协助人民 去避免他们诈骗 被诈骗 最近连这个在基隆有一个法官 他都把他父母的这些不动产 要求地震机关要助记 就是怕父母的不动产 被诈骗转移之后 自己也无能为力 连法官都要这样子自保了 更何况是一般的小市民 所以我觉得政府机关 应该要重视这样子的事件 这个才是真的能够帮助到人民 那你说上面这些官场现行记 这些事情 其实那些是这些官场的这些财团 什么他们想要去走后门或是什么 多行不易必自弊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 迟早这个鸡蛋在蜜也有缝 这些事情就是这些人 这个用国语讲起来 你台语没人说什么 鸡蛋在蜜也有缝 其实我跟后志兄讲的 高委员完全跳蹄 他根本就跟我们两个 他在讲一般的诈骗 我要讲的是民众更关心的 是我们日常生活所遇到的 如果说像这样子 像这么众说 社会瞩目的案件 都没有办法查到水落石出 或者是说拿不到公正公益 或者是该被神之以法的人 没有得到教训 这对我们来说 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如果你不相信司法 司法也没有办法给我们公道 所以其实司法当然抽丝剥茧 但问题就是说 连陈辉文他都说你相信司法吗 也就是说当这个案件 历经了十年 然后把所有的证据都摊出来的时候 还是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信 也有很多人认为说 这过程中还有很多的疑点没有厘清 包括这些录音带等等的这些过程 到底是不是完全的曝光 还是其实是选择性的披露 其实这些案子 其实当事人心里最清楚 在搜狗这案子里面 在立法院开了公听会 我想后志兄很清楚 你在立法院要开个公听会 为李恒隆而开 甚至还有大学教授应邀而来 我昨晚来讲一下公司法怎么样 讲对李恒隆有利的 然后这些有些立委是负责打电话 去呛经济部的 或者当天到公听会 准备要发言的 要伸援的 拿钱办事不就是立法院的生态吗 官方没有 我这样讲我比较抱歉 但前置该讲的还是要讲 今天我是立委 我去帮一个诊所瞧疫苗 这个时候拿到疫苗了 那是不是徒例 就我徒例他 我没有拿钱拿到我就帮他瞧 台北有这么多诊所 我就帮他瞧疫苗 那这不是徒例是什么 有人去查吗 也没有人去查 所以你说这些立委 我跟你讲这些立委 我讲的去很实在话 你们是比较倒霉 因为李恒隆是被盯上 我这边也特别谴责掉下去 不要再办搜狗案了 他一个搜狗案晚几年 晚几个案 他说我一直听李恒隆 你们在干嘛 一直在绕你知道吗 很像全台湾 就只有一个搜狗案一直绕上 到底完够了没 其他那些 我讲你所有立法院这些东西 不是 我讲 我不能说每个立委都收钱 但是你有些特定的立委 你要叫他帮你发个新闻稿 开个记者会 你以为他这样 他促加做的 你按一个按钮他就帮你开 你别说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后我们上回来